我们说吃较油腻的食物并不是有问题 只不过你不要吃太多 但你吃很多吃面包 打算有很多人减肥 然后为什么越吃越肥 因为肚饿 因为肚饿便越吃越多 然后他到时吃了十价八价包 其实那些包进入身体 一样会变脂肪 这又牵涉到刚才提到米水的问题 即是粥水 粥水不是那么饱逃 第二,粥水是一个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的东西 最主要是一些融化的米 米是碳水化合物 本身糖分是很高的 很容易变成糖指数 很容易变成糖分 所以进入身体之后 其实它储存在 甚至变成脂肪 又或者引起血糖升高的机会 反而多过另外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 又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痰述化合物 有人说我吃蛋白质是可以减肥的 有些人我听过坊间说 你只吃鸽扒 不知道是否听错 劉德华那时开演唱会 加上仇包 很久没有吃过这些这么甜的包 原来是否只吃鸽扒 不吃麵粉 不吃碳水化合物 是可以减肥的呢 算正硬是 不计算数 算正硬数 不过要记住两件事 第一就是过多蛋白质 对我们的肾脏有负荷 因为其实我们产生很多 安基酸 或者含安基的垃圾 其实是要经小便 磨擦出来的 大家可能也有留意过 例如吃很多肉類 甚至吃豆類 翌日的小便會比較重 因為裡面含一些安基物質會比較多 過往有些研究顯示 若你純粹用很高的蛋白質 去捕自己的營養 產生腎臟衰竭的機會稍為高 我見到大隻佬吃大隻佬奶粉 很短時間內舉過鐵 我想肌肉大塊一點 像奶色一樣 粉紅色當然是大瓶 甚麼色也有 那些是所謂的胺基酸 那些是V-protein 那些是蛋白質 純蛋白 純蛋白質 當作飯吃 他們不是當作飯吃 當作補充劑吃 那些尋常人最好是在專業指導 營養師指導 或醫生指導 至少有訓練師指導才好用 音樂 結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